第三个任务其实也挺艰巨 但是你要是有十足的魅力 这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 咱们弄点什么的 找一个年轻的女孩 来假扮你的女朋友 接受我们电视台采访 要跟人说我们来做一些 真扮我女朋友 都别说假扮了 真当着无恙无恙的女的 全挠我呀 来吧 您好我能麻烦您点事吗 不愿意让拍 什么样 麻烦就帮我一忙 帮我一忙 就是要在电视机镜头面前假扮 听好了是假扮我的女朋友 假扮你看 假扮人家不愿意 要是真扮的话 更不愿意 白凯南 你不是信心满满吗 怎么开始有自知之明了 白凯南 挺住 别哭 你好你好 你能帮我一忙吗 能演一小段戏 特别小 演我帮你 演我媳妇 我演你媳妇 对 我也没那么老 就是假的嘛 就是假的 做游戏那种 同意了 来 既然是夫妻 你们就把手挽在一起吧 好吧 没什么 亲密一些 谢谢你 可以吧 各位都开机 准备 你好 这位先生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结婚有多少年了 我们结婚有25年了 哇 长得真年轻 48岁结婚25年了 现在 现在79 天山同老 我们俩都是逆生着 哇 是这样真年轻 我想问一下 我们私事都有了 是吗 嗨 哈哈 哎呀 他瞎我 那个我想问一下 人人都说这个 爱情道路上 初吻是最美好的 我想问一下这位太太 你们的初吻 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嗯 就在这朝事里 不是朝事 哦 因为二年级 朝事 过期 对对对 那是我记错了 是我记错了 还没看 是这样的观众朋友 我再来解释一下 时间太长了 对 一个是年头过了很久 第二个呢 或许 谁没出过三个两个男朋友 哎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这么说我心里乱了 对对 好 呃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你的丈夫平时 在洗脚的时候 喜欢往里对陈醋 这是为什么呢 哎 呃 可能是因为 陈醋他只咬 嗯 对 不对啊 那 我是为了那个 觉得那 放陈醋水好 水的颜色好看 嗯 是不是 不是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夫妻之间在一起 生活这么多年了 连这个小小的习惯 你都不知道吗 这位太太 呃 那个 可能是 呃 她洗脚的时候 我不怎么在她旁边 对 二十多年了 洗脚的时候 你从来没在边上过 呃 因为 洗脚嘛 这种事没有必要 所以得 嗯 对 呃 那不要睡一觉 不该给她 对对对 我都夜里三点半洗 哇 这个时间好特别啊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嘿嘿 或许在夜里三点半的时候呢 洗脚会有养生的功效 对 养生好 好好好 呃 最后一个问题问给太太 嘿嘿 太太 太太 我叫你呢 你 没有 她有时候睡着了 哦 就这样 好 好 太太 我想问一下 你们夫妻之间存款一共有多少呢 嘿 两万块钱 呃 我是希望这样 因为为了显示您在家中的这个霸主地位 您不要看她的眼神 您说 您的家里存款有多少呢 呃 两万 是两万吗 你什么呢 怎么能说什么 你说不是什么呢 你不是让我配合你吗 我配合你 你 你 你说多少钱呢 我是手只在那儿呢 人家就拍到了 啊 两万 四 四 四十万 这 这比之这个是什么意思 怎么就是两万了呢 怎么就是 你那么 四个 不是 那就是 四个五千 四个五千两万 四个五千 四个五千 两万 两 这是两万吗 终于对上了 哎呀 怎么 你不让我配合你吗 你说我说呢 你就不是什么 怎么回事啊 哎 等等 这俩根本不是普及啊 你找别人呀 你找别人呀 你怎么那么美 那 罵我都不要 你人急了我的天 高兴啦 哼